目前乌克兰光基础建设的损失就已经高达1.8兆了 另一个部分就是俄罗斯又再次的发射了一些火箭 包括了龙卷风火箭的突袭 在乌东的这边平民区都已经快要被炸成废墟了 面对这么样一个严格的挑战 现在泽伦斯基他在接受经济权人访问的时候 他说真心话老实说 冷眼看北约如何来看看他的这一些朋友 是真朋友还是假朋友 原因是因为他讲了说其实这段时间真的是如人饮水冷软至枝 他就讲到而法国的部分马克宏不要看他常常跟普丁打电话 还说普丁最喜欢跟他通话 感觉好像是来喬事的 但是在泽伦斯基的眼里认为法国是最怕俄罗斯的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对乌克兰提供实质的军事援助 还说那些先开口说的人就是先害怕的人 不同于法国他认为在英国就是比较铁的兄弟了 因为第一英国要帮乌克兰 他们是想帮乌克兰赢 让俄罗斯输的而且确实给了他们一些武器 也真的是比较愿意帮忙的领导人 但是他也说强森不也全部都是为了乌克兰 原因是因为其实强森也是因应他们国内的一些名义来做调整 所以他就讲了他也没有准备要说英国是不是想要这场战争继续拖下去 另一个部分则是德国刚上任的总理 现在他就讲了说其实德国基本上他认为赫兹是在奇强观望 但是他也认为他比起其他国家务实 因为大家都知道德国先前就是北溪二号要跟俄罗斯来买天然气 他们的能源很大一部分也是依赖俄罗斯的 所以他就说如果国内有压力要他们帮忙的话 他们就会帮忙 而且他也认为他们应该做的够多了就有可能会停手 算是比较务实 不会全部帮但是能力所及就会帮到忙 好来网络上头5846位朋友来看看您怎么样来看 泽伦斯基这样的一个评论呢针对美国法国还有德国 英国法国还有德国来觉得评论的有感的加一 还有意见的帮我们留言加二好吗 好目前的在线5846位朋友马上要带给您看的是 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这个社群媒体推特最新的一个发文 这是一个六分钟长的影片显示说乌克兰军人在第二大城哈尔科夫的军事行动当中 疑似要举枪来射俄罗斯战俘的膝盖 目前CNN已经在跟乌克兰当局查证当中 好因为影片过于残忍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播出的 但是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乌方说他们严肃认真看待 也要立即展开调查 好网络上大家很多人都加一 但是这个八线也是加二张雪儿也是加二有不同的意见 黄韵英还有李大中通通都是加一的李美慧 同样也加一您怎么样来看呢 时事评论员朱凯翔来听听他的观察 乌克兰军队然后对着俄罗斯的士兵开枪的那个影片 就是你知道那个影片吗 打膝盖是不是还是什么 对这两天在这个在这个很多非西方媒体 主导的一些社群论坛 然后特别是两岸这边也 台湾这边比较少 因为台湾这边大量使用 YouTube跟这个Facebook 所以在Twitter上面有 然后在大陆那边很多论坛都炸过了 就是三四个俄军被俘虏的 然后据说那是在卡尔科夫附近 就两个人提到卡尔科夫 然后前阵子就是说 乌克兰部队有进行一波反推 收复了两三个村子 然后就俘获几个俄军 然后就趴在地上 其实身上都已经受伤了 他们趴在地上站不起来 然后脚都以很不正常的姿势扭曲 是因为这些乌克兰正规军 就对他们的膝盖部被开枪 就让他们趴在地上 然后就开始 俄语听不太懂 总之就是一些拷问 或是一些羞辱性的言辞 已经有四五个趴在地上 结果一辆车子来 又有三四个下来 下来之后站在那边 一脸恐惧跟茫然的时候 然后后面就直接来一个 乌克兰的士兵就对他的膝盖开枪 让三个当场就倒在地上 然后这样子的影片就是流出来 然后哈尔科夫 然后其实现在很多人 就非常不乐观地预测说 以俄罗斯人的作风 那就是下一个马里乌婆尔尔尔 原本这个城市也许 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对你 然后既然你要这样子玩 那大家都这样子玩 这一台水层生成机 可以及时补充抗菌液 而且三分钟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层 一瓶电解液 可以生成两百公升的水层 与病毒还有细菌作用还原成水 所以是不障害环境的 一年使用两百次也没有问题 可以上快点购 下单购买